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呢 这是海南航空公司的转投资 那么海南航空公司占有28.6%的股份 那么不过海南航空公司它的财务的状况呢 最近这两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吃紧 那么海南航空公司就在今年7月的时候 刚刚获得中央的力挺 那么给予了这个三亿元的支持 让它度过了前面的一个再新的危机 那不过呢 那个再新的危机度过了以后 也使得在投资人呢 对于在海南航空公司 他们在未来可能可以兑现其他的债券呢 是抱持的信心 因为中央在今年7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过这样支持的行动 不过最近以来 有关这个海口美兰机场的债券呢 那么已经有过这个八次 它是用亚洲货币所发行的这个债券呢 又造成了无法来偿债的这个状况 那么在这个有关的报道说 在今后这一季第四季当中呢 还有两到三个到期的债券 那么海口的这个国际机场呢 它所发行的这个债券 可能还是将会面临相关的一些的问题 那么在最近以来 有关的这个海南航空公司的这个债券呢 它的流通可以说继续还在流通 但是呢交易很少 那么有关它的这个债券的未来 那么现在很受到这个国际投资界相当的注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